好 今天呢先來幫大家解惑一下 因為昨天我在主頻道呢 開這一個 這個Memario的那個眼鏡 然後很多人來問我說 Switch到底可不可以用 我還沒用 但是我猜啦 是不行的 第一個是系統不行 第二個是它如果要外接那個螢幕的話 正常來說 是要增加電壓的 所以我現在呢還是來幫大家解惑一下 我先把它打開來 妹妹不可以拿喔 我的女兒在旁邊 她比我還要更好奇 裡面所有的東西 那我還是把它打開來稍微測試一下好了 其實眼睛的部分真的就這樣 很簡單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好了 它裡面其實是透過一個折射的方式 這樣子有辦法看得清楚嗎 這邊的話其實它是使用一個折射的方式啦 所以它不是直接在你眼前顯示東西 它從這邊吧 應該把它投出來投到這裡 就是側邊這裡 然後投出來投到這邊 然後再進到你的眼睛 它不是直接在你的眼前很亮很亮一塊 那感覺很難講 但是 傷不傷眼睛嗎 我覺得看這種 難免 但是 它不至於到光害很重 甚至呢它比那個VR的東西喔 直接把它擺在臉上啊 那個都差很多 你那VR的東西直接擺在臉上是比較亮的 好不好 然後我現在來直接接上switch 來直接把它接上switch 但結果我發現 阿波大人這後面為什麼把它打開 我把它接上switch 然後直接來開機 嗯? 主機電池已經快沒電 好啦 確定是不行啦 確定是不行 好不好 然後主機沒電了 OK 好用完了這個Mavario搭配switch喔 真的是不能用 好不好 這隻呢它能夠使用的範圍 可能會比較窄一點 目前為止的就是支援那個影片當中 我有留那個連結在說明欄裡面 那些手機是有支援到的 可能在那些手機的比較新的代數也會有支援到 也說不定 但是 就是有蠻多裝置不行的 iPhone應該也是不行啦 因為iPhone第一個不是Enjoy 第二個它沒有Type-C的接孔 所以呢應該iPhone也是無緣 而且為了拍這支影片喔 其實我有特別去找了雲霸借了手機 本來我是想說自己再買一支手機好了 可是我在想說 如果再買了之後啊 其實我用它的機會應該還蠻少的 所以我後來想一想 基於這個價格的考量跟實用性的考量 我還是沒有自己親自入手 我就拜託了雲霸來借我這支手機 非常感謝雲霸就是非常 阿沙里馬上就是OK 就是答應借我一支手機 可以來測試這個Mavario的感覺 這支影片主要要拍的主題喔 除了這些測試的東西以外 其實也是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關於業配這兩個字 或者是這樣子的行為 因為呢不管在我的頻道當中 是自費購買的產品 還是我收廠商的產品來開箱 或者呢是我收費來開箱 這樣子的東西拍攝一支影片 其實呢都有很多人會很過敏的在下面 會常看到又在業配什麼東西 又在業配什麼東西 我相信有蠻多頻道的創作者也是一樣 他們有很多東西都是必須要自費去購買的 因為並不是每個頻道屬性都會受到廠商這麼大的青睞 其實有蠻多東西喔 他們可能很希望我們跟他做產品交換 就是他會寄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幫他拍這影片這樣子 那這個狀態之下呢通常我自己會做就是 如果有東西我自己很好奇 我就會答應他 OK來做做看 又或者第二種就是 跟我的頻道屬性很相關 那有些呢我其實沒有收錢就會做 我會直接跟他做產品交換 因為我不想要幫他收了錢 好像要幫他掛波警一樣 我好奇這個產品 因為我自己本來就會買來做做看 那大家在聽到這一段的時候 應該知道我在前陣子有做了一個Switch的周邊產品 他不是原廠授權的 但是他受到蠻多人的關注跟好奇 那個東西其實我在做的時候就會比較 比較傾向於我對他也很好奇 我原本就會花錢去買他來做一個開箱實驗 開箱測試 所以那時候廠商找我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其實我沒有打算報價 因為這樣子的東西我自己會買 那當然很多東西其實都一樣 因為有很多東西你覺得爛的 那你就不要用它 你不要說因為看了一個影片之後 我就去買它來使用看看 其實東西當然有好有壞 有沒有實用性 就跟我剛才講的手機一樣 如果今天我買了一支手機回來 但我平時不太會拿它 只為了拍一支開箱影片 那值得嗎 值不值得大家就要稍微考慮一下 因為那手機我看了一下 符合他可以使用的最便宜 大概也要8000多塊 那8000多塊其實也可以買了不少東西 接近可以再買一台Switch 好不好 講到這邊其實要講的就是 業配這件事情其實並沒有那麼可怕 因為我自己在做業配的時候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去解大家的好奇心 當然也解我自己的好奇心 因為像這樣子的產品 對我自己來說 好奇心真的是爆滿的 因為我一直會想說 那個眼鏡戴著會怎麼樣 那像我平時有戴眼鏡的人 那我這個時候還有寫信跟廠商說 我平時就戴眼鏡了 那你那眼鏡會不會我要戴隱形眼鏡才能用 如果今天我接了手機 想要看YouTube影片 那我是不是要特別把眼鏡脫掉 再戴上隱形眼鏡 再去戴你那個眼鏡 然後後來廠商就跟我說 其實沒有它裡面有附一些可以增高的筆電啊 什麼的之類的 那你在戴眼鏡的狀況下也是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呢我就很好奇 那你戴眼鏡到底怎麼戴雙層 戴起來又會怎麼樣 所以在那個影片當中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跑去戴隱形眼鏡 我就直接用戴眼鏡的狀態 然後去戴那個東西 然後測試給大家看 一個產品出來啦 有時候在面前 你看到那個廣告文宣啊 DM等等的 你會對它蠻好奇的 可是你只看到那個產品的封面 只看到它的造型 拍得很漂亮 可能旁邊放一些點綴的小飾品等等的 然後一支很漂亮的東西 一個很漂亮的產品在那裡 但是你就不知道它的功能用起來怎麼樣啊 所以呢我就會想說拍影片 除了真的好奇啦 解自己好奇也解大家好奇 這一塊真的講了蠻久的 但我覺得就是 這樣子的東西呢 就是想要來解開大家的好奇心 那個人也包括我自己 接著就是在業配的部分 有的業配當然是有收費的啦 那為什麼要收費 因為我也要吃飯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曾經有一年呢有發過一個消費券 好像3600塊吧 那個跟政治是無關 好不好 跟政治無關 那一年發消費券的時候 我不管是誰發我都很開心 就是好像得到一個大紅包 而且我記得那一年的消費券 好像是在過年前的時候發下來的 為的就是要刺激經濟的發展 那為什麼發3600塊會刺激經濟的發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如果說今天假設我的薪水呢 是三萬五千塊好了 那假設三萬五千塊的當下 你一定會以三萬五千塊來規劃你的生活 不管是吃喝拉撒睡 全部都用這樣子的方式去規劃 包括你要租的方式 你想要開的車子 你可能都會用這樣子的金額去規劃 連你的儲蓄 你都會做這樣子的規劃 只能用這一筆錢嘛 沒辦法 因為你就是有三萬五的收入啊 可是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說今天假設 你可以變成四萬塊 四萬五千塊 五萬五千塊 你身邊的朋友 每一個人也都可以從三萬五 或者從四萬五 然後一個一個等級 一直不斷的升上去 當你跟你身邊的人 跟很多周遭的人 大家都開始有更好的收入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其實這狀態之下 經濟正常來說是會越來越好的 因為你有賺錢你就會想要消費嘛 這是很正常的 就算有很多人說 我是要存錢買房子 或者我要存錢買車子 所以我可能還是要很拮据我自己的消費 那沒有錯 你可能當下是很拮据的 可是當你在付房子的時候 也許是五年後 十年後 你在買房子的時候 你還是得要做一筆很大的消費 甚至你說你要拿來養老的 沒有錯 那你可能在幾年過後 你會有比較優渥的養老金 可以過一個比較OK的生活 我相信這個是大家都可以有很有感的 只是說那個錢 不知道如何更多就是了 我也一樣好不好 我也一樣 我覺得其實你如果有更多的收入 你除了可以造福自己以外 你可以造福更多身邊的人 因為如果我 我好了 我拿我自己當一個舉例 假設我自己有更多一點點的收入 那我自己或者是現在在拍影片的老婆大人 都可以有更高一點的消費 甚至呢 我們在一起合作的像傑夫 我們都會有更多的分紅 那更多分紅的話 當然大家就可以做更多一點的消費 其實這個在刺激整個經濟的方面 我相信是有絕對的幫助 今天並沒有說 我去拍這個東西是要騙你說 你一定要買 你一定要買 沒有人在拍什麼業配影片 是拿著刀會夾在你的脖子上 欸你給我買喔 我今天這個業配影片 是收了廠商兩百萬五百萬一千萬 所以你一定要給我買 廠商說沒有做到業績就不行了 沒有沒有這回事好不好 沒有這回事 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不用那麼激動的 好像看到別人賺錢就不行 當然接業配這部分呢 就會成為一個 我們收入的其中一部分的來源 那其實講真的 籌付心態喔 我自己 有時候也會有啦 真的講真的 就是看到有些朋友 怎麼會過得這麼好 然後可能跟其他商人法 我就會講說 啊那個朋友真的怎樣怎樣之類的 但我覺得這心態 有時候我還是會自己檢討一下 如果說能夠跟真相看這些事情 那我的朋友 其實有些朋友 他們的消費真的是非常的認真 因為他們就是 可能家裡狀況比較好一點 所以他們可以買上很多很多 那種 你沒有辦法想像 你沒有辦法去買的東西 所以 籌付心態真的是 可以稍微減少一下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跟大家聊很多 下次呢 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聊一下 關於業配的一些 更深入的事情 好不好 不知道有沒有人會好奇 拜拜